嗨嗨,我是夢幻廚房在我家的Vivia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可以當作喜慶宴客的大菜 也可以當作家常菜的梅乾扣肉 也有地方叫梅菜扣肉 或梅乾菜扣肉 管它怎麼叫,反正就是下飯好吃 一般人覺得梅乾扣肉感覺有點難度 但實際上它做法算是很簡單 按著今天的食譜做法 相信今年過年你也可以端出一道 讓全家另眼相看的梅乾扣肉 趕快來準備所有材料的部分 所有材料配方就請大家自行螢幕截圖 文字食譜的連結我也會放在資訊欄當中 有需要的朋友請多家利用 首先來介紹梅乾菜 一般可以買到濕性的梅乾菜 或是一球一球乾燥的梅乾菜 不管你是選擇使用濕性的梅乾菜 或是乾燥的一球一球的梅乾菜 通通都可以 盡量買沒有含防腐劑的會比較安全一點 梅乾菜除了咸一定要泡水以外 它的沙土含量蠻高的 所以一定要徹底的多清洗幾回 把沙土沖洗乾淨 另外就是浸泡的時間 基本上用冷水至少要浸泡兩個小時 偷吃布可以用溫熱的水浸泡 溫熱的水大概要泡30分鐘 然後記得一定要多幾次換水喔 要徹底的把沙土雜質沖洗乾淨 否則吃到家味版沙沙的口感就不好了 盡量浸泡換水到水變的清澈 接著來處理豬肉的部分 這個是帶皮的五花肉 我今天買到的五花肉比較瘦一點 喜歡油花明顯一點的可以選擇黑豬肉 然後可以選擇方正大一點的 我這個大小可以做兩份 選擇比較方正大塊一點的 等等成品會比較大氣 加入蔥薑酒跟蓋過食材的清水 直接開大火煮到大滾 大滾之後改中小火 燉煮20-30分鐘 這個階段除了汆燙去腥的概念 也順便把豬皮跟豬肉煮熟 時間到後可以取出豬肉的部分 煮肉的水去除辛香料之後 可以當作高湯 稍微放涼到手可以觸碰的溫度 我們要在上面扎凍 因為等等要把豬皮的部分 炸到虎皮的效果 如果不是那麼介意成品的顏色跟賣相 其實這個炸豬皮的步驟可以跳過 不過既然是拍影片 我就分享比較完整的版本 扎凍記得要扎深一點 讓油脂可以釋出 等等炸的時候才會有捧回的效果 然後可以用廚房紙巾把滲出的油脂給擦乾淨 順便讓表皮更乾燥一點 為了整個顏色好看 我們在表面淋上醬油 可以選擇醬色比較深的醬油 也就是所謂的老抽 但我剛好手邊只有普通的醬油 但也沒關係 也可以塗抹上糖水或是蜂蜜 或是麥芽 都有助於表皮的上色 就把豬皮抹勻 然後側邊也一樣抹一下 這個主要就是因為炸的時候可以上色 然後先說明一下 傳統的做法會用到油炸的方式 除了比較耗油一點 我覺得炸的過程最恐怖的是 它會油爆的很厲害 考量到新手朋友一定會覺得很恐怖 所以我今天不用油炸的方式 我改用氣炸鍋 因為現在很多人家裡都有氣炸鍋或是烤箱 所以我今天就示範比較安全一點的版本 讓它稍微的放置一下 乾燥它的表面 接著我用氣炸鍋 設定攝氏200度 肉的表面記得噴上油 我用的是冷壓酪梨油喔 記得用耐高溫一點的油脂 反正放進去就不用管它 烘烤30分鐘 烘烤的過程 我們來調個醃漬肉的醬料 裡面的甘甜豆腐乳我覺得是我的秘密武器 如果真的沒有豆腐乳的朋友 可以改用甜麵醬 或是多加2大匙的蠔油 都可以取代甘甜豆腐乳的部分 然後嫌氣炸或是烤箱時間太長的朋友 或是沒有氣炸鍋烤箱 那就乖乖用油炸的方式 油炸的話就是180度 炸1-2分鐘 用氣炸的方式大概就是影片這樣的狀態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整個顏色金燦燦的很好看 然後炸鍋的外皮會更容易吸收醬汁 把五花肉切成0.7-1公分的厚度 我是比較不怕燙啦 如果你很怕燙的朋友就是稍微放涼之後再來切 切好的五花肉呢我們要來醃漬一下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綜合的調味料呢 抹勻在豬肉片的外表 就盡量的抹勻喔 這個等等在蒸的過程會把味道整個蒸進肉的內部 就盡量把調料抹均勻 因為叫扣肉嘛 所以等等的成品 要先想想它等會扣出來的樣子 你可以像我一樣喔 先排出來它待會要呈現的面 然後再反手放進去大碗當中 這樣就可以確保你待會扣出來的扣肉是好看的 如果還有剩下的肉片呢 也可以補在邊邊喔 記得就是皮要朝碗底放入 然後多餘的肉可以放在上面的空間 如果還有剩下剛剛的醃料 就直接淋在扣肉裡面 待會的步驟呢 就是上方還有再填入炒好的梅干菜 準備來炒梅干菜 洗乾淨的梅干菜擠去水分 然後切碎 就是切成你喜歡的細碎程度就對了 喜歡碎一點的還可以剁一下 反正細碎程度就看大家可以接受的入口大小 來炒梅干菜了 熱鍋下油 爆香薑末跟蒜末 炒香炒到微微金黃上色 接著下處理好的梅干菜 梅干菜通常會有一股沉味 這個光是清洗或是泡水是沒有辦法處理掉的 一定要靠加熱揮發 才能去除這股沉味 所以想要東西好吃還是不要怕麻煩喔 還是乖乖的炒一下吧 炒得差不多後呢 我們就要加入該家的調味料調味一下 接著就是翻炒均勻喔 調味料前面都給過咯 大家再回頭看一下 這時候可以聞到濃濃的梅干菜香 差點忘了 再嗆入最後的紹興酒部分 再提香一下 喜歡白胡椒粉的也可以再下點白胡椒粉 再拌炒一下 炒梅干菜的部分就完成了 把炒好的梅干菜 鋪到扣肉的上方 可以的話呢就是鋪平之後壓緊 壓緊壓密之後呢 等等倒扣出來才會漂亮喔 用任何可以蒸的工具都可以喔 放入的水量一定要夠 從蒸氣出來之後改中小火 直接蒸至少60分鐘喔 我喜歡的是還有一點口感的肉喔 如果喜歡肉質更軟爛的朋友 要自行微調增長時間喔 甚至用壓力鍋縮短時間來蒸也可以 時間到後我們就可以把肉倒扣出來 蒸出來的汁水可以稍微勾芡一下 直接淋在扣肉的上方 這樣上桌的視覺效果特別好 不介意的可以跳過這個步驟 點綴一點香菜或蔥花 梅干扣肉就可以上桌囉 MING PAO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 如果喜欢 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最新的食谱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 毫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G跟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咯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